63. 置業家居 澳門四大分區 路漢的景漢超 2015年7月11日置業家居030樓市廣場中偉選澳門禁峰 南岸市務總監上期跟大家分析完港澳兩地住宅市場推出過的辣椒 以及非澳門居民在澳門置業所付的額外費用 今期和大家介紹一下澳門的分區和不同區分的住宅市場開放 澳門大致可分為澳門半島 澳門半島中擁有最多商業活動 寫字流和輿陸場所的區分 分別是新馬路、中區和王朝區 新馬路雙鋪順旺 但住宅種類選擇不多 多為幾層樓居有沒有管理的堂樓 中區是高市得一大 稍有高樓住宅、大多是單藏物業和樓齡較高的舊樓群 但由於生活所需便利、舊街放擁等依然不少 澳門半島新舊交融王朝區就是新口岸及外港一帶 同樣是商業區及大型輿陸場所 但發展歷史比較短 所以有設近幾年新建成的住宅項目 好像海旋門及一號湖半等 受到不少用家及投資者歡迎 南灣及主教山區以低密度住宅為主 好像香港的半山或南區 主教山的獨立屋最得富豪歡心 亦有小量向南灣湖的傳統豪宅供應 價錢當然不匪 和主教山相反 澳門半島的北區住宅密度較高 相對該區的樓價會比較相宜 北區作為澳門舊式住宅區 比較接近關閘 那咸 過關澳珠海的重要關口 區內多數是單藏物業或堂樓 亦有不少大型政府公共房屋群 但比較缺乏具規模的大型屋苑或豪宅 北區亦可細分為西北和東北兩邊 西北區以快子基 青州一帶為主 東北區主要以黑沙灣 由漢及台山為主 由於市場憧憬即將落成的港珠澳大橋落腳點 唯有二大馬路一帶 黑沙灣區鄰近海邊一帶 在近年新見了不少比較有規模的大型屋苑 好障海一居 君月灣等 被稱為東方明珠區 最受經常往返內地的澳門人歡迎 路線令著藝合酵 S店連接澳門半島和宮J 有三條大橋 將來更會有輕軌落城貫通澳門半島和宮J 交通極為方便 由於澳門半島的土地供應緊住 大型屋苑住宅集中地 在近二、三十年轉戰宮J 代表性屋苑分別有海洋花園、花城、豪廷都會等 宮J 大型屋苑比澳門半島具規模 區內的設施和配套亦較完善、吸引了很多新生家庭、換樓客 甚至外國專才 因為宮J 大部分是高樓大廈住宅、人口集中籌密 亦有部份人因為需要更多的居住和陸化空間而搬到 盧善傑、斯、路芬、鄂、宮J和陸環之間的田海區 一條金光大道座落無數國際度假酒店項目 如威尼斯人、新豪天地、金沙城中心及銀河度假村等 成就了一個全新繁華澳門盛世,由於周邊配套完善,都非常受歡迎 個別博園輪近澳門大學成和千億發展的橫琴商務區 加上管理完善、多元化的中央會所設施 成為自住和投資客的新種 至於路環市郊區,被視為澳門的後花園 分佈了一些村屋及郊區獨立屋,下期將會跟大家分享一下澳門最新的基建及土地發展計劃 Enquiry at www.onhavaccinoasis.com